疫情今年首季占催缓,楼市随之升温,发展商卖楼速度较去年同期快,促使他们加紧申请卖住宅楼花。上月便有新增近2500个楼花单位申请预售。 为10个月以来最高,累积代批1.36万伙,亦是8个月新高,其中新地00016占超过五分一。 地证总署公布有关预售楼花同意书申请数字显示。上月新增三个楼花盘申请预售书。其中由9件00034等发展的将军奥石角路项目涉最多单位,达1556伙。年同其余两个楼盘。上月新申请预售单位有2492个。 按月大增近2.37倍,亦是自去年6月份后的高位。即使该储上月批出三个楼盘的预售书,包括已开售的南港岛线黄竹坑站上盖进环。 旺角1SOHO,及行地啟Dr.Henny第二期。 共涉1423伙。按月大增逾20倍。延折至上月。累积代批预售的住宅楼花单位量。仍按月上升约8.5%,达13602个。 是去年8月份后的新高。该储正在处理审批的22份住宅预售书中。 新地占较大比例。其三个独知发展的项目。有多达3078个单位代批预售。 其中位于屯门五十四区的超大型楼盘。上月指正式为第一A期申请预售。 涉824伙。该大型楼盘在宝田村附近。 具屋与储资料。项目将建有14栋24至30层高住宅大厦。 提供约4640个单位。今次申请预售的单位量。 只占整个项目约18%。相信未来两三年营陆续有余下期数申请卖楼。 城区内主要供应来源。新地令两个代审批的项目。 为刚命名最Yoho Hub 的西铁元朗站上盖首期。 及天水为湿地公园路1号首期。三个项目共涉3078个单位。 暂时最多代批预售单位的发展商。占总数约22.6%。 新地亦有一个与会得封地产合作的小型住宅项目。 位于荷文田太子道西233号。 只有75个单位代批预售。 令大型发展商行地00012有4个住宅项目代批预售。 共涉2100个单位。 如年同期关联公司香港小轮00050所发展的深水保通州街市区重建项目。 侧共有2362个。 代批量仅次于新地。 除上述两大发展商外。 较大型的代批预售项目。 还包括由中州置业发展的火炭星海。 提案。 涉1335个单位。 中海外00688发展的启德维港一号。 涉1059个。 新世界00017发展的马铁大围站上盖泊奥装第三期。 涉892火。